研究 极端深海条件 或能支持地球和其他外星世界的生命 生命可以在水下最深 最黑暗的地方生存 甚至茁壮成长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艾文之沙克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跟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海底的热液喷口周围 预流体跟极冷的海水混合并 产生了制造生命分子释放能量的条件 通过使用热力学模型 和居住在深海喷口的单细胞生物 的基因组数据 分口基本上是海洋底部的裂缝 这项工作发表在《之歌为白扎斯艾斯斯》杂志上 这一发现不仅为生物化学 而且为生态学提供了一颗新的视角 因为它表明某些生物群体 在特定的热液环境中本质上更受青睐 来自中国中南大学的研究论文 共同作者齐弗迪迪克说道 这项研究再次证实生命会有办法这一股老的格言 并为越来越多的能在 从低温和高剂量辐射到太空真空的疯狂环境中 生存的市集物种目录增加了一些细节 沙科说道 随着我们的探索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提醒 我们不应该把我们居住的地方 等同于适合生命居住的地方 令人比起号 通常 精彩 最 oike